主内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华玲,与您分享四旬期反思时间。 今年四旬期,总教区反思册子的主题是圣言,生命的泉源。 我们根据这期的反思册子来进行分享。 由于疫情的关系,总教区并没有印刷这期的册子,兄弟姐妹们可以上网www.acams.org.sg来下载这期的反思内容。 现在我们要进行四旬期第一主日的反思,主题是唯有靠圣言。 大家可以翻到反思册子的第十页。 兄弟姐妹们,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祈祷。 让我们一起画圣号,英父、吉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慈爱的天父,我们步入四旬期的第一周,这时,我们要感谢你的救恩计划。 在生活的波涛中,你召集我们,把我们领到新生命的岸上。 你的圣言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到加尔瓦略山时,也怀抱着我们的十字架。 当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重重的挑战中跌倒时, 求你使我们自我反省,提醒自己,你身后的慈爱。 我们通过圣喜,备受你的护佑,意识到我们是你所喜爱的。 求你帮助我们怀抱新希望,重新站起来。阿们。 我们先听读经一《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至第十五节。 公读《创世纪》 天主对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 看,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 并与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 飞鸟、牲畜和一切地上野兽 即凡从方舟出来的一切地上生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以后绝不再受洪水淹灭 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 天主说 这是我在我与你们 以及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间 立约的永远标记。 我把红泥放在云间 做我与大地之间立约的标记。 几时我心云遮盖大地 云中要出现红泥 那时,我便想起 我与你们以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谋约 这样,水就不会再成为洪水 毁灭一切血肉的生物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人类一次又一次失足 我们的天主圣父 承诺绝不舍弃 与所有受造物定立的 它并不是一个协议 而是一个承诺 由我们的天主圣父 主动独自承担这个义务 我们再次看到 他是怎样的一个神 他虽然知道 我们很有可能又会犯罪 却依然与所有受造物 定立一个永恒的盟约 不期待任何回报 我们的天主圣父 不会舍弃我们 他那无条件的爱 就是彰显在这个盟约中 而我们这一方所做的回应 并不会使他的承诺失效 接下来,我们听读经二 伯多禄前书第三章 第十八至第二十二节 公读圣伯多禄前书 亲爱的诸位 基督曾一次为罪而死 且是一人代替不义的人 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 就肉身说 他固然被处死了 但就神魂说 他却复活了 他借着神魂 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 这些灵魂 从前在诺尔建造方舟的时日 天主耐心期待之时 远是不信的人 当时 赖方舟经过水 而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森林 这水所预表的圣系 如今 那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了你们 并不是敌除肉体的污秽 而是向天主要求一个纯洁的良心 至于耶稣基督 他身了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众天使 掌权者 和义能者 都屈服在他泉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一场洪水淹没受造物 但却有八人因此而获救 那就是诺厄和他的家人 圣喜就是给人借着水得到安全 因此 诺厄和他的人在方舟里是一个预像 意思就是指 这旧约的事件 预先告示我们新约里的一件事 圣喜有如洪水般拯救我们 并不是指身体的洗涤 而是在灵性上 洗涤我们整个内心和灵魂 引领我们对天父宣发良善的誓愿 伯多禄给那些受到严峻迫害的基督徒 写这封书信 他要给他们希望和安慰 他当时提醒他们 如今也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 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 是为导正我们与天主圣父的关系 要记得苦难是不会得逞的 好 现在我们聆听福音 请听圣马尔谷福音第一章 第十二至第十五节 那时候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 受撒旦的试探 与野兽在一起 并有天使服侍他 若汉被监禁后 耶稣来到基勒勒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在他受洗时 被肯定是天父的爱子之后 便进到旷野里去面对试探 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 让人想起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 这就突出一个明显的对比 以色列人在遵守天父的盟约上 苦苦挣扎 耶稣却展示了绝对的忠诚 甚至连野兽都成为他的伙伴 那时 耶稣宣告天主的国临近了 催促人们悔改 悔改 就是照教人 从一种生活方式 彻底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转向天父 首先是意识到 我们是他所喜爱的 耶稣进到旷野 我们也受照进入旷野 这旷野就是让我们在天主胜负面前 找到我们自己的地方 但我们要小心 如果我们远离天主所赐予的身份 便会使我们陷入自己所制造的 另一种旷野的空虚 此时此刻 悔改 对你我是怎样的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经常认为 四旬七就是与罪和告解有关 以为悔改 就只是要告明我们的罪过 这样对罪的反思 可能会使我们只是以自我为中心 在圣医纳绝神操的原则与基础提到 我们的天主圣父爱我们 创造我们 希望永远与我们分享生命 我们爱的回应 就是赞美 崇敬我们生命的天主 并且侍奉他 圣医纳绝也说 天主圣父赐予我们恩典 帮助我们赞美 崇敬和侍奉他 然而我们却尝试 执取恩典 舍去那赐我们恩典的天父 他不再是一切事物及我们生活的中心 而是被我们推挤到一边的角落 在希腊原文里 罪的意思是偏离靶心 当我们破坏自己与天父的关系时 我们就是偏离中心了 读经一所呈现的是一个无限宽人的天主圣父 是他主动修复我们与他的关系 读经二和福音则提醒我们 天父没有运用毁灭的威能 他宁可在他的内心为我们承受痛苦 派遣他的圣子来为我们赎罪 通过这一切 天父渴望我们与他建立关系 而我们却只是为了自己而悔改 专注于自己的罪过清单 希望罪过一一得到宽恕后 便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免费通行证 但如果我们只告明自己的每一项罪过 与胜负却还没有正确的关系 我们其实还在罪恶中 让我们在这个四旬期 注重自己与天主圣父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受洗时被定立的身份出发 我们是天父所喜爱的 我内心真正地这么相信 并积极活出这真理吗 在从未有过的挑战中 我如何与天主圣父维持关系呢 耶稣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是被爱的罪人 天主圣父不会放弃对我们的爱 祂要使我们复兴 让我们在这个四旬期 重新发现这份爱 生命的泉源 唯有这份爱能使我们复兴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 我让哪些事或人取代天主圣父 来做我生活的中心 我的悔改是否帮助我 把这些事或人移到一边呢 我的悔改有没有让天主圣父来到我的中心 为什么 圣言如何帮助我感受到天主的爱 天主圣父爱我们 祂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 祂喜爱我们每个人 我必须扎根于这个真理 而唯有圣言才能显示这真理 以上是今天的反思 接下来是结束的祈祷 您可以按需要暂停音频 反复阅读刚才的读经和进行反思 也可以继续聆听此音频 现在我们一起画圣号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慈爱的天父 我们开始进行这些反思 未能更加认识你 善度你所喜悦的生活 求你赐予恩典 使我们更专注于你 少关注短暂的事物 使我们更意识到自己如何 并在何处远离了你 求你使我们更渴望亲密认识你 让我们在这个时期 与你有更深的关系 求你引导我们 犯思你伟大的人爱与慈悲 我们为自己的罪过 祈求宽恕 同时也理解 这是我们与你的关系 破裂造成的 愿我们仰赖你的恩宠 修复这关系 与你给予他人真正和好 愿我们在四旬期里 所遵守的斋戒 祈祷和施舍 能帮助我们接受圣言 你的圣子耶稣 教会礼仪中 所宣讲和庆祝的话语 我们这样祈祷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的反思已来到尾声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愿天主祝福你们 我们在下一回的反思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